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在全台大解封之后 首次要遇上连续假期 让原本景气低迷的国旅市场 瞬间是回温了 以这次端午连假来看 花莲饭店业在连假期两天 订房状况都已经刻满了 后续也都有八九成 加上中央推出了振兴方案 搭配饭店促销活动 让暑期的订房率持续看好 饭店人员站在柜台 忙着处理入住及退房的业务 到访旅客拉着行李进进出出 看得出国内旅游人潮 已经明显回温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趋缓 全台大解封之后 在六月份也首次要遇上连续假期 让原本几期低迷的国旅市场 注入了一记强新增 那目前好天气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在北部啊西部南部的这个客人啊 都因为这个很太久了 都在管制 那目前都出来走一走 那2526这两天 大概挖东这个地方 住房率蛮高的 居住满房 那目前我们花联县政府 也推了一些优惠 让所有来到花联的这个客人呢 都有有吃又有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优惠条件 好那这次疫情解封前 那慢慢已经在回温 那平均住房率 从原本的六成到七成 也一路攀升到九成以上 那尤其在前面两天 那饭店已达客满的状况 那后面两天的话 电话量也持续在禁单当中 那客人因为受这一波的疫情影响 那所以慢慢的都解封出来游玩 防疫期间让许多人都闷坏了 这次端午廉假 饭店订房率是大爆满 比起往年多了三成 搭配树花改交通速线改善 也吸引到许多旅客 计划走访花东 加上中央陆续推出的振兴方案 让暑假期间的订房率持续看好 游望带起更多的旅游商机 谢谢值得请花联市报道